座谈会开始前金融市长牛昌先向里长们表示感谢 因为金融市在重灾区双北夹击下防疫层级有目共睹 包括疫苗施打率全国数一数二与集中施打作法获好评 这些都要感谢里长协助 随后针对列管案件部分 七鲁区永平里长黄超嘉表示 里内一起违禁案至今未处理让他无法接受 对此林二昌回复表示为了提高执行效率 将比照双北将委件拆除业务该拆委外执行方式办理 现在都方处的印象应该是拆除组 那你卖业务拆除组 那拆除组的业务现在我们会比照其他的县市 像台北新闻会整个做业务商的业务会完 所以跟过去的一个状况会有点不太一样 因为我们本来的拆除组也是一个 不是很正式的有缘组 另外对于台湾里长詹能豪提议 在江子辽山施坐立牌已推展观光 牛昌表示目前全市指标系统已经定案 将请七鲁区公所再删除地点 依指标系统设置录牌 并要求在明年上半年前完成 全市的指标系统现在已经定案了 那我就请序长这边 照着我们已经设计好的 那个指标系统的那个格式 在那个江子辽湖道这边 路口的地方跟山上的地方 还有中间的这个市场的位置 探掌三个点 那照地上的意思把它树立 不是渐变的厉害 我们现在有一个统一的指标的系统 用那个指标系统 我们是想去做出力 记者张琪辰金融报道